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外界感受到的一些寒邪 都需要我们去克服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 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 这菜籽的确是学到做到 是的 录节目把大羽绒服都捂上了 保暖就要从即刻开始 但是我觉得女性同胞是特别容易寒的 要不说什么公寒是女性专属 你肯定不会公寒 我心寒 我觉得女性好像是比男性容易感到寒了 更容易怕 我老觉得 尤其是夏天 在屋里开空调 我老觉得温度调太高 那帮女同事 那帮女孩 太冷了 太冷了 你说我装饰在一边 我觉得是有一点那个娇滴滴 不过这样连续 你摸摸我的手 你就知道是真冷还是假冷 哎哟 还真是比我手凉 但是确实生活当中 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 同样在一个环境当中 女的 尤其是年轻的女的 就是会比男的更怕冷 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 来自于北京中央大学的 钱惠南老师 掌声欢迎陈老师 陈老师您跟我们说一说 为什么很多女性朋友们 要比男性更容易怕冷呢 就是从男女的这个性别 阴阳属性来分呢 男属阳 女属阴 女士呢 她一般的属于那种 在体质上有阴柔的这种特点 加上呢 女士在一生中间 她有若干的环节 比如说像女士的 每个月的月经 她会好学 然后呢 怀孕要去让 这个用血去养包公 会耗血 另外生产 也是耗血 再一个呢 像哺乳 乳质 也要靠血来充养 因此在这些 经代胎产的各个环节 都容易损耗血气 所以比较虚弱 血不足 这个时候呢 很容易感受寒血 导致阳气的不足 所以女士的这个寒呢 尤其多见 这个还是和男性 女性 每个人的这个 先天属性 有关系 但你看啊 同样我们就是在这样 一个大的环境当中 刚才我和太子 摸了一下小手 都是冰冰凉凉的 都是凉凉的 有人就怕凉 有人就不怕凉呢 这种来源呢 就各种原因呢 比如说有的是先天 就是阳气的不足 先天不足 对 一生下来就怕冷 一直都怕冷 从小到大 我们说是阳虚的体质 也说是寒性的体质 还有呢 就是说父母 比如阳气不足 孩子呢 有的时候丙腹不足 也容易出现 阳气的亏损不足 这是一个原因 再一个原因呢 就是后天啦 后天的很多生活习惯 像我们讲的 不注意保暖啊 吃得不合适啊 生活中的其他的问题 都可以导致 这个人的阳气不足 所以咱们给那些 特别容易怕冷的 女性朋友们呢 要做一个小提示了 哪些习惯呢 您恐怕就得注意了啊 看看 这第一个问题是 我们看哪些生活习惯 亦导致女人生寒呢 以后啊 您尽量地就要避免了 爱喝茶 节食减肥 还是精气的时候洗澡呢 请大家先来做出选择 平时我们觉得冷的时候 吃点东西 就你吃饭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觉得暖和 所以我觉得可能 是不是就是饮食 其实是提供热量的 一个很好的来源 你为什么不怕冷呢 因为你从来不节食减肥 对 对吧 我觉得应该选节食减肥 我觉得跟爱喝茶 可能有点关系 这女人喝茶应该 男女也都得喝 但是你比如喝艳茶 或者说 绿茶 对 在特殊时期喝一些绿茶 寒凉一点的 包括苦丁什么的 上期也说了嘛 一套白茶 对 我觉得有可能跟爱喝茶 有点关系啊 那咱们来看看大家的选择啊 最容易导致女人生寒的习惯 好多人觉得跟喝茶呀 节食减肥呀 可能关系是比较密切的 那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提示一下 如果你本来就怕冷 那么 这里是由无限级健康食品 独家冠名 由沙浦艾斯特约 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 提示一下 如果你本来就怕冷 那么 就更不应该去节食减肥了 节食减肥 它的饮食减少 这种饮食减少呢 也属于中医所说的饮食的失节制 这种失节制 饥饱不节呢 容易损伤人的脾胃 脾胃损伤以后呢 一个是它的气血的来源不足 我们说阳气的来源不足 再一个呢 它损伤的时间长了以后呢 也会影响到肾 影响到肾以后呢 导致脾肾阳虚 所以这种人 它是阳虚寒从内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但是啊 我发现这个 你刚才一直说 女孩就 包括您也说 我们女孩就容易虚寒一点 这体制注定的 但是这可怜之人啊 必有可恨之处 说谁呢 我就说 就说你们俩呢 怎么了 对不对 我得说真话 你看这女孩 越是冬天黑 她穿的越少 现在初期 她那小裙子啊 比夏天穿的还少呢 那你说她是抗冬啊 她是寒的当年 女为月己者容 你知道吧 然后有的时候呢 穿着 穿着 穿着特别臃肿呢 就特别不好看 然后呢 所以就是 要穿的美丽动人 这是不是跟她们也有关系 也有韩子关系 是的 就如果是在生活中间 不注意保暖 特别女孩子 在月经期间呢 这些如果是不注意保暖 当然平时也是 所以刚才那个 蔡子讲的那句话 美丽动人 如果把这个洞子 换成冷冻的洞 可能就是会 也是寒 容易来的一个 重要的原因 所以呢 在这里呢 就是女孩子们 就是我们也提醒一下 就是说 爱美很好 但是呢 在同时呢 也要注意保暖 尤其是在月经期间的 这种时候呢 保暖很重要 要不然呢 很多的疾病 就会出来 而且这些 是不是跟女性这种 比如说生育啊 还有怀孕啊 等等这些女人 最在意的一些事情 是密切相关的 是的 我记着在临床上 就碰见 女孩子二十多岁 节食减肥 就是主食都不敢吃 然后呢 弄下来 体重倒是降下来了 但是呢 一伸出手 四肢冰凉 然后呢 也觉得自己没有力气 还有一个现象呢 还有说 自己月经也减少了 甚至我还碰见 这种减肥以后 必经的 所以我都成了一个习惯 碰见女孩子 来看月经失调 我一定要问一句 你有没有 就是在节食啊 在减肥 因为你来源不足嘛 所以呢 这方面是一个 重要的常见原因 那刚才也提到 会影响到我们女性的 重要的生理期 包括我们特别在意的 什么孕期啊 哺乳期啊等等 那咱们就先从女性 每个月都最熟悉的 那个事情开始聊起吧 就是经期啊 那我们看看 如果一旦要是受寒的话 会有我们的经期 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我们选择一下 受寒后 月经会出现 哪一种变化呢 通常要么提前 要么延后 到底哪一种 是受寒所延起来的呢 请大家先来做出判断 反正我觉得 应该就是紊乱 我是知道的 肯定它会出现一些紊乱 但是具体提前 还有延后 这个真的不清楚 那我们来看看 大家是否了解清楚 相信观众们的经验 比较丰富一些 选延后的 稍微多了一点点 那到底是不是 受寒之后 会让我们的月经延后呢 大家来看看 是吗 没错 受寒后啊 月经就延后了 月经呢 中医呢 又管它叫做月性 所谓的月性呢 就是说这个东西 它很有信誉 要有规律地按时而至 也就每个月 要来报道一下 有的管它叫历价 是吧 对 可是为什么不是提前 而是延后呢 这个正常的血液呢 是有一个特点 叫做得温则行 欲寒则凝 寒微阴血 它清洗以后呢 容易影响气血的运行 引起它的这种凝滞 凝滞的使气血运行缓慢 这样呢 运行不通畅 而出现月经的后期 所谓的后期呢 是指的月经的周期 延后七天以上 另外呢 是连续两个周期 也就是说连续两个月 出现了 没有按时而来 比如说有的时候 它会偶尔的出现一次 延后三五天呢 一两天 然后第二个月呢 又正常了 这个不属于延后 也不属于后期 所以主要是因为 咱们体内受了寒了 它凝结了 它不流动了 所以它才会来得迟缓 这个是特别容易理解的 还有很多女性 可能要说 想到受寒会引起什么变化 马上第一反应就是说 痛经 对 就是肚子会疼 我觉得应该是不是 也跟寒气有关系 是的 这个与这个寒血有关系的 就是特别是这个寒气呢 它中医认为是为阴险 它呢一个是容易损伤人的阳气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容易使得这个寒凝以后呢 气血运行的缓慢 再一个呢 它这个缓慢呢 甚至会出现瘀痣 瘀痣我们说的不通 则痛 会出现这种表现 在女士呢 寒血比较重 特别是寒宁包宫 会引起到这种月经的疼痛 这种表现是各种各样的 对 比如说有的孩子疼的 我记得就有一个是练游泳的孩子 因为也比较好强 然后呢 月经刚刚完或者还没利索 就赶快去练了 所以呢 她疼痛起来 公寒 那么疼痛起来 疼得那个手去抓那个墙 还有的女孩子就描述 那个痛筋起来呢 就说痛得打滚 就在床上觉得来回的折腾 还有的孩子就是 一到来月经就污着个暖水袋 就不愿离开那个被子 就说不行 我不能去上班了 因为痛筋往往伴随着寒冷的感觉 就会寒 是 很难受的 所以这个保暖很重要 那在经血上会不会也有一些变化呀 是的 就是它一个是量比较少 还有个颜色比较深 甚至呢 它还会加油小的淤血块 如果要是这一段期间 都没有特别注意的话 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一个是容易含血入侵 一个是导致这种肾阳的不足 甚至冲韧的这样的一种失调 而导致比如公寒等问题的出现 正如这个金贵要略讲的 就是说富人之病 殷虚当然是虚弱不足 还有呢就是它在这讲的是急冷 这种寒血呢 急剧时间比较长 再加上气节 气的淤质 这样呢它容易导致的是这种 精水的断绝 就是月经的不通畅 甚至会有必经 所以呢它如果时间长以后呢 会导致这种寒血 结迹于包门 包门是指的是包宫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子宫 这个部位 这个时候呢一般讲 讲的是叫宫寒 这个宫寒呢就是很多的月经失调啊 甚至不孕啊 或者是流产啊等等的重要原因之一 能不能这么理解 就是对于女人来说 咱们最在意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生殖系统 是特别容易感受到这种寒血的侵袭的 它也是最敏感的 一旦受寒血侵袭 它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不舒服的感觉 就特别的集中 能这么理解吗 是的 那我们来看看 如果一旦已经体内有寒了 让我们比如说有痛经的问题 有经期延后的现象出现 那中医用什么样的办法 可以帮助您来调理呢 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 我们选择药材 哪一种药材有暖宫散寒的功效呢 艾叶 茯苓 还是山药呢 请大家先来做出选择 山药 为什么选山药 山药跟点那个肥牛肉一顿 真的 能吃光宫 宫寒吗 什么都治 真的 弄点米饭 主要治心寒 你心寒的时候吃了这个就好了 我都饿了 我跟你说山药绝对没问题 我知道大枣应该是挺暖和的 还有那个桂圆 然后这三个我不知道 那我们来看看大家是否了解 我们看一下选择要暖宫 是茯苓吗 中医用的是 艾叶 这个艾叶呢 它是中药的一种 它的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温筋散寒 那么在这里呢 它就是对于温暖包工 和这种含血的驱除呢 是有很有帮助的 还有安胎止血的作用 当然了 这个艾叶呢 也叫艾蒿 所以呢 它入药的时候呢 当然有一种就是 一般来说 如果是温筋散寒 止痛呢 我们可以用艾叶 如果要止血的话 可以用艾叶碳 就它做碳的这种剂呢 这种药呢比较好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药店里买来的 已经打碎了的药 对 这是它干干的一个叶子 这是常用的 这是这个艾叶 艾叶碳的当然就是 它通过炮制的 做碳的止血 比较擅长 这个艾叶呢 又叫艾蒿 所以在有一个重要的节日 叫端午节 端午节呢 就是那个时候呢 有一个活动很热闹 叫华龙舟 大家知道 还有一个 把这个艾蒿摘来 挂在门前 因为这种民间呢 认为它具有 避邪的作用 实际上呢 把它挂在门前呢 与艾蒿的这种芳香 避汇 防治疾病 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它的样子 可能是很多种 在这种自然状态下 它是绿绿的 特别鲜脆的 对 要是挂在门梁上呢 就变成了 我们的那种干的 该怎么样用这个艾叶 是更合适的呢 对 这个太重要了 对 几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 最简单的 就是把艾叶拿来 泡水 泡水喝 泡水喝 喝呀 对 可以的 不用煮直接泡就可以 就直接可以泡 就把那个水烧开以后 冲 就像泡茶一样的 泡个五分钟到十分钟 就可以喝了 不过这个口感可能 看怎么样 对 这是一种方法 也可以温筋散寒 起到这个作用 其实 如果以天为剂量的话 我们每天喝多少 每天呢 比如每次可以用五克左右就行了 五克 当然也根据自己的喜好 比如说觉得太浓了 那个味道受不了 可以少放一点 那五克的话 就是反复冲就可以了 对 就像泡茶一样的 所以可以带茶饮 那如果说觉得 它的味道实在是不太好的话 有没有一些可以配的 配在一起喝的 好 第二个 可以配用玫瑰花 太好了 玫瑰花呢可以把它跟那个 艾叶在一起泡水 也可以五克或者三克都可以 五克三克玫瑰花配五克的艾叶 对 这样的搭配起来泡水喝 可以带茶饮 为什么把这两样配合在一起来喝 来驱女性的公寒呢 在这里呢 一个是就是 艾叶是温筋散寒的 玫瑰花呢 它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锂气解育 还有活血化瘀的这种作用 所以呢 把这两个合在一起呢 既有温筋散寒 由夜游 也有锂气解育 活血化瘀 所以呢 对于这种止痛呢 效果是不错的 咱们再把这小方的说一下 特别简单 只有两味药 一个呢是 艾叶五克 第二味药呢 把这两样泡水喝 这是一天的量 坚持一下来 我们就可以达到 温通我们的经络 帮助女性的包工 慢慢暖起来的作用了 但是今天现场呢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艾叶茶 可以 哎呀 真好 谢谢 连勋 我暖了 来一杯吗 我来一杯 我来一杯 别了 还是分享给我们后面的观众朋友们 好不好 不给我喝 我可以喝一杯 对 菜籽可以喝一杯 这味可真不好吧 十碗之说 有没有觉得小肚子凉的 可以喝这一杯 这个是就特殊 就是经期的时候在喝 还是平常我都能喝 经期喝呢 对于暖工善寒 止痛效果比较好 如果平时如果有公寒 阳气不足的女孩子呢 你是 当然男士呢 也可以喝一点 男士也能喝 如果是阳气不足 有寒鞋或者有寒相 比较明显的 可以帮助驱寒 味道挺好的 怎么样 闻闻这味 不是太好喝 没有那么难受 反正放了那个玫瑰花之后 就有一点点清香味了 对 单纯泡那个艾叶水 要更容易让人接受 这是一个好办法 除此之外 我记得以前我们讲到说 这人要是有老寒腿 或者是脚特别怕凉 然后医生呢 还给我们出了一些泡脚方 那些泡脚方里也有艾叶 那能用这个艾叶来泡脚 来驱除女性的公寒吗 艾叶可以作为首选 再配用一些温筋的 散寒的药呢 效果就更好 比如说再加上这个桂枝 其实艾叶和桂枝 是起到温筋散寒的这种作用 再加上我学化育的陶仁 另外呢 再加上一些 散寒和里气的小茴香 再止痛的这个片姜黄 这片姜黄是 片姜黄是一个中药 中药 不是那姜了 不是那个 那这几个是要用水煎了以后泡 对 那这个大概煎通常时间比较合适 这个可以煎半小时 就把它煎了以后就用来泡脚 可以有活血暖功 还有温筋散寒的作用 只要刚才像我们提到的 您经期延后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包括您经常会出现痛经 来的这个经血呢 颜色也比较深 甚至会有血块 那这个时候呢 陈老师推荐的这个小泡脚方 就特别地适合您 咱们呢再给大家来念一念 一共有六味小药 爱叶十克 桂枝十五克 桃仁十二克 乳香十克 小茴香十克 片姜黄十五克 我觉得这样也特别好 就是咱们这方面喝着点暖和爱叶水 然后再泡一泡这个暖暖和和的爱叶的泡脚方 就可以让我们身体暖起来了 那要是还不行呢 如果还不行的话 就有点药了吧给咱们 对 就有一个药叫做爱富暖功丸 那是一个中成药 大家可以选择 这个药呢 它有爱叶 还有呢 香腹 无鱼 肉桂 当归 川胸 还有呢 白勺 碧黄和黄芪 蓄断 这些药来组成 它的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礼器 补血 暖功丧寒 瓢筋的作用 所以呢 对了 如果比较重的 可以去选择 这个药来吃 明白了 药呢 咱们就到药店去买 直接就能够买到现成的中成药 泡脚呢 你回家舒舒服服的坐在您家的沙发上泡 日常生活当中 现在咱也有这样的经验了 说经常要是做一做爱酒的话 也可以让我们身体暖起来 那同样都是爱叶嘛 那用做这个爱酒的话 效果会不会也同样不错呢 是的 因为它是温散温通的作用 用爱酒 这是另外一个方法 那我们也知道 要是做爱酒的话呀 医生通常呢 会给我们选择一些穴位 或者是经络 那我们看看 如果要想驱公寒的话 咱们爱酒哪里是特别合适的呢 来 看看下一个问题 爱酒哪一个穴位 对于温精散寒更有效 中晚穴 下晚穴 还是气海穴呢 我们可以先给大家看一看 这三个穴位呢 大概在什么地方 先看看大概的位置 都是围绕着肚脐 那好吧 那咱们来选一选吧 好 那我们来看看大家是否能够选对呢 哎呦 选什么的都有 反正都是围绕着肚脐 我们觉得是不是都能够暖这些重要的地方 但是一定要选对咯 这个穴位是 这里是由无限级健康视频 提加冠名 由沙浦艾斯特约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 但是一定要选对咯 对 没错 选海穴 它是离女性的这个生殖系统包工最近的吗 是 因为它是任脉上的一个穴位 所以它如果是揪它 揪这个穴位呢 对于这个丧寒和这种温暖的这种作用的事效果是比较好的 所以宫寒呢 或者是阳气不足的女性呢 可以经常揪一下这个部位呢 对于瓢筋 止痛啊 或者是这种暖包工啊 是有帮助的 当然刚才那个中碗和下碗呢 它属于靠近这个胃的这个位置 所以呢 胃碗的不舒服 脾胃的疾病呢 用它比较合适 单用气海一个血位就可以了吗 临床上呢 如果是把这个气海跟血海配合起来 调理气血 温筋散寒 作用相当不错 对于治疗痛筋 或者是月筋失调 还有那宫寒不孕呢 就有很好的作用 这是两个血位 一个叫气海血 一个叫血海血 配合在一起来使用 是的 那我们就跟着何家博士和专业的中医师 一起来学习一下 我们自己在家里 怎么样来做温宫散寒的爱酒 有请两位 好的 小季 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柳医生 为我们操作 咱们先呢请上来一位观众朋友 请他来体验一下 来 有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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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您站到这边来 我觉得柳医生 咱们是不是应该先问一问他 然后看看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症状 对 相关的症状 就是说你有没有 有的时候觉得就是下肢凉 或者腰凉 小肚子凉痛 对 小肚子会有点凉 或者说你们说 就正好前面讲的月经期的时候 肚子会疼 痛经 肚子凉痛经 这些会有吗 痛经会有一些 这个还是可以做爱酒的 可以的 对 好 那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了 这两个穴位呢 一个是在小腹部 还有呢 一个是在腿上 所以呢 他需要躺下来 对 这小肚子需要躺下来 这个爱酒咱们首先说的是气海穴 对 这个气海穴呢就是人体的 就是气的一个汇总的一个地方 气海穴呢也叫丹田穴 就是我们所说的丹田 气成丹田 所以人体的气呢都在丹田这个地方聚 然后呢也和这个女性的一些生理期啊 都有一些关系 所以呢 爱酒气海对于人体这个保健养生 以及瘟精散寒效果是非常好的 明白了 那这样那咱们就 咱们做一下 我看到您这摆了很多很复杂的这些道具 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爱酒呢 咱们自己在家做的时候 我想让大家也做过这个爱酒 比如说我这个爱酒呢 也是爱酒的一种啊 在点着以后 那么我们有几种酒法 其中一个呢叫温和酒 温和酒是什么呢 点着有点距离 热 但是不至于把自己烫伤 就是有点温热的感觉 对 这叫温和酒 还有一酒呢叫雀酌酒 什么叫雀酌呢 就和一鸟吃米的一样 雀酌 就是一热一温 对 这样子来说叫雀酌酒 那它们在效果上有区别吗 这个就是为了把这个热度掌握好 明白了 既温精散寒 又不至于把自己烫伤 但是它如果是这个穴位 比如在小腹部 那它这个看起来 可能这个角度也是有问题的 对 那有什么办法呢 所以我就选了叫酒价 酒 酒价 对 这个是一种工具 你比如说这个和个手电筒一样 我们来看一看 好嘞 怎么放进去呢 上面打开 然后把这个艺条放进去 你看这上面有个眼 来给大家看一看 眼在这儿呢 对 有个眼 非常小 对 非常小的一个眼 这个针眼是做什么用的呢 就是把这个艺条放进去以后 拿这个大头针把它扎住 固定了 好 来给大家看看 扎住了这个针了 好 对 扎上去了 对 扎上去以后 它和底下有个网 你拿起来 翻起来有个网 这样子来说 点着以后呢 它和皮肤有一个距离 明白了 也就是我们扎的这个针眼的位置 其实就可以控制这个艺条的 对 和网的这个距离远近 好 明白了 那如果是这个人 他承受能力好一些 我们可能就近一点 对 如果承受能力差 比如说有些糖尿病啊 或者一些什么 它这个冷恶敏感差 退回来一些 这个装置还不错 对 而且下面有个网 它不至于抗伤 不错 那咱们就用这个网 看起来很先进的感觉 那么我下面我把它点着 这是一个小九星灯 这样点的时候会更舒服一些 好嘞 这样子点着以后 那么就看这个远近距离 然后控制好距离 对 差不多 快挨到这个网的时候 好 控制住 扎个眼 对 扎个眼 还有一个 然后对边还可以再固定一下 以免掉下来烫伤 对 这样还有个眼 小妹妹看着我们做 她可紧张了 对 那么这样子 这个艾灸 手电孔式的艾灸 就可以做好了 好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选一下这个气海穴 在正中线上 肚脐下1.5寸 就是咱们两个指头的宽度 这个比较好找 对 所以说呢 我们找这个穴位呢 那么从肚脐下缘 两指 差到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的气海穴 这个其实这个穴位吧 没必要是说 非要种去到那一个点 因为咱们这个艾灸气 它是一个大的区域 那么你放到这个地方 都把它笼罩住了 对吧 所以只要肚脐下 差不多的位置 你就可以选择 选择这个 你可以 也可以说省事 我就直接放上去 烫吗 不烫 有什么感觉现在 温热 不是温温的感觉 觉得烫吗 不烫 不烫 所以说这样子来说 就是咱们选择这个 手电铺的这个 这个艾灸架 做艾灸呢 既能达到效果 还不至于烫伤 这个时间呢 就是说 一般来说 每一次 二十分钟左右 不用太长 二十分钟 一天可以一到两次 间隔时间稍微大点 那他如果说 比如我觉得这个 好像比如有的人 他觉得自己 这个体寒的症状很重 那我每天多久几次 然后时间长一点 可以吗 稍微长一点 别过 时间过长 过长的话 就和咱们吃药一样 吃的过多了 它也会过了 而且不是说 这个揪的时间 越长越好 明白了 一般来说 在半小时以内 就可以了 还是掌握这个度 好来 这个现在什么感觉呢 就是热的感觉 比较舒服 舒服 对 好来 好 大概就是这样 对 好 那这个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这个 血海 血海 对 对 对 把这个裤子 拿到膝盖上方 这个血海穴呢 就在咱们的膝关系内侧 在这个肌肉的最高点 常规来说 如果能有人 帮大家操作 最合适是什么了 比如说 我面对这个 需要做艾灸的人 我把手掌 贴到他的膝盖的 冰骨上方 那么大拇指 握住这个膝盖骨 握住膝盖的冰骨 然后完了 我们大拇指指的 这个地方 指尖指到的地方 就是我们这个血海穴 明白了 而且这个手也要选择 不能选错了 手 对 正好手掌 对 正好握住 他的冰骨 然后大拇指指 所选的位置 明白了 这个压里有什么感觉 有什么感觉 胀胀的感觉 对 因为它这个穴位 比较敏感 有一些酸胀的感觉 这个揪 揪法也一样 我们可以直接拿一条揪 但是一定要防止抗伤 也可以选择我们的揪架 直接放上去 这样比较好控制位置 对啊 这样控制它的高度和时间 这个什么感觉呢 觉得整个膝盖 都热了的感觉 对 这个血骸也是 血骸 为什么叫血骸呢 就是它脾经所产生的 生出来的血 都聚到这个地方 所以就血骸 有点烫 有点烫 有点烫的话 一会儿就要把这个 HL往起拿一下 我们就把它拔出来 你把针拿掉 对 拿掉 这个其实一个人操作 没有问题 我往起拿一下 对 好 再把它扎上 对 这样把高度调节以后 再放下去 现在还烫吗 现在烫吗 不烫 对 舒服了 对 所以说一个气海 一个血海 一生气血的两个血位 对吧 那这两个血位呢 看起来也非常的好找 那这个如果大家有 这个体寒的症状呢 不妨在家里试一试 自己来进行 这个温精散寒的纠法 谢谢刘医生 好 谢谢这位观众朋友 好 谢谢两位 那刚才呢 咱们说到 如果要是女性 长期受寒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 我们的月经 那如果再严重的话 我跟大家说一个 我们同事的例子 我们同事呢 是一个28岁的年轻的女性 然后结完婚之后呢 就想要宝宝嘛 然后结果就好久 都没有怀上瘾 结果做了所有的身体检查 包括妇科检查 都好好的 说你这条系统圈 长会儿的呢 然后功能也特好 然后中医就说 说它功特别地寒 然后后来调理调理 然后慢慢自己 才感觉到好一些 但是现在还是在 努力当中呢 还在备胎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寒 特别严重的一点 就是可能会导致不孕 这个时候最严重的了 我觉得 但是您说它就是寒呢 它怎么会让 连那个功能 都会发生一些影响呢 就怀不上孕了呢 打个比例吧 就是古人讲到的一个现象 就是阳光的这种温序 和这种土地的 它的一个雨露的滋润 这两者 特别是阳光的温序 对于万物的生长 是很重要的 有阳光 它才能够生长草木 才能够生长万物 如果没有阳光了 它的活力 它的生机 都会受到影响 那么这个女士的也是一样的 刀工如果是公寒 寒冷得很厉害 这个时候呢 他的活力和他的受孕的 这种情况呢 会受到影响 正如这个父亲主女科所讲的 当然父亲主呢 因为是清代的一个 有名的一个一家 他写的这本书到现在 是一个比较受重视的 一个妇科的 妇产科的一个专著 他就讲了这个现象 他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讲的是 天寒冰之地 也就是说天地的 太过于寒冷 这个时候呢 它是不生草木的 草木没法生长 所以你看像在北方向 现在寒冷的季节 举目望去什么都没有 另外一个呢 这种众阴之渊 这个渊呢 是讲的是深水 是痰 如果是阴气很深 很寒凉的 这样的一种 这种水呢 不长鱼笼 鱼笼也没法长 打了这两种比喻 一个是天寒 一个是水凉 就讲了人的包工 也是一样的 他如果寒了以后呢 何能受孕呢 怎么可能去怀孕呢 怎么能够生长呢 你看人问多直接 对 所以他就推荐了一个方子 叫温包饮 一直到现在也是临床 医生们就使用的 比较多的一个方子 所以说如果是用这个温包饮的话 就是哪怕供寒的人 也可以怀孕了 应该是有希望了 有希望了 这温包饮是什么呀 对 就这样的一些药组成 一个是人生 还有白竹 八戟天 补骨枝 度重 还有兔丝籽 嵌食 山药 肉桂 致腹片 这些药来组成 其中呢 有益器 建起的像人生 白竹 还有温慎阳的 比如八戟天 还有像这个腹片 肉桂 另外呢 还有滋肾的 像补骨枝啊 杜仲啊 兔丝籽啊 这一类 是建起 益肾 这样呢 可以拿来水煎服 对于这个 公寒是有帮助的 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 去使用呢 比较好 所以因为它是 温慎的 暖包 还有健脾 调补 充韧的 而且这个治疗呢 需要一个过程 不是一两天 能够解决的 通常得调整 多长时间 才能够减效 对 好几个周期 至少三个周期以上 三个周期的话 就三个月了 三个月 对 一个周期 是一个月 所以呢 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 使用比较好 那有没有除了这个 就是饮用 饮用之外 就多管齐下 这也是临床上 现在我们用的 比较多的一个方法 可以用这个外敷 跟它结合起来 在这里呢 给它就是 介绍一个 腥就特别舒服 对 这种 暖宫的外敷的方药 把这些药呢 可以把它打碎 或者是稍微小一点 把它装在布袋里头 把它缝一个布袋子装了 然后呢 可以上锅来蒸 蒸三十分钟吧 然后呢 再把这个药袋拿来 敷小肚子 敷人的肚子 它可以起到 活血趋于 暖宫丧寒的作用 那这个就是 肉桂二十克 小茴香十五克 艾叶十五克 丹桂二十克 红花十克 盐湖索十五克 墨药十五克 白纸十五克 让这个药工师傅啊 把这些药呢 给它打碎了 就放到我们自己 拿纱布啊 或者是棉布啊 做的一个小布兜里头 上锅去蒸三十分钟 蒸完之后呢 千万别烫着自己 在肚子上盖一个小毛巾 然后把这个药袋子 敷在上面 最好在上面 再盖一层小被子 保暖 那么把这个药 直到敷凉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拿下来了 这一副药可以用上七到十天 都没问题